朋友们周末好 今天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Ladio Charlotte Charlotte夫人吧 经过前天晚上的狂风暴雨 她的表现还不错 我以为她会被打得七零八落 我们先来欣赏一下她的美貌 这一个的冠湖大概现在有三四米 只养了一年多 是从小苗养起来的 我这七个花床都是去年春天才开始种 今年春天还被移栽 能有这样的表现 着实让我高兴 那是那头到了后面去 这头到了这里 而且我们可以看她的整体 是种在这个很大的三角梅的下面 前面还种了几颗非常高大的茶香月季 也就是说她本来只有早上的阳光比较好 结果上面被挡前面也被挡 但她还是非常不错 可能这样给她更好 我们南家的烈日 对她来说可能还是有点过了 她的颜色实在非常的亮丽 觉得她像单斗花也能坚持好几天 所以也能等到现在有这个群开的效果 已经非常不错了 实际上她还有不少的花苞没有打开 有些花是藏在下面 或是甚至里面 我们看这一边 我要把这扒开 刚好昨天一颗 风把我一颗东西打下来 这个花也被打趴了不少 你看这里边也藏了不少的花 里面 甚至玩到最里边靠墙 下面她也能开 着实不错了 你看 如果把它放的高一点 垂下来的效果应该非常不错 所以大家说奥斯丁的话 很多包子往下垂 其实效果很好啊 像她爬墙稍微爬高一点 从下往上看多美 我这个不是很高了 等到明年她的枝条长了以后 我再往上面呢 倒水的效果应该更不错 这是这一头的效果 它的颜色真是美 而且和紫色搭配实在是绝 当然我这边的搭配有粉浓在一起 看这个粉浓在一起 这前面有一颗葵香九夫人 藏在后面颜色就是变得惨白的 好美啊 这种金黄非常的靓丽 给她一个特写的镜头 估计很香 蜜蜂都在这里采蜜 我这个边上有一个铁线帘也开了 颜色多漂亮 就是另外一种 每个很 总体来说夏乐特夫人 从颜色来看 真的是绝了 虽然它的花瓣比较少 也比较轻薄 还是花园里不可缺少的 一款中小型的藤月 所以适合每个家庭 除了阳台 初开的颜色更加亮丽 因为它还是小苗 它能有这个效果 应该是算中苗吧 能有这个效果 应该是非常不错了 而且枝条也不算很软 你看像这一种 它也能撑得起来 可能因为它的花瓣不多 花不是特别沉的原因 好 我们要从这个下面往上看一看 非常美 而且这样刚好这个阳光 透过这个棕榈树 隐隐约约的照在花瓣上面 感觉更好 而且我发现它的抗白粉 抗冰性好像都非常不错 我好像没有发现它得白粉 尽管我这个地方光线不是特别好 就是一般吧 而且它的抗性好像非常不错 我这个地方是种在比较阴 这三角梅 然后上面还有棕榈树 它好像没有得过白粉 没有生过什么病 一年基本上就长成这个规模 这是一棵自身根的苗 花朵的大小也还不错 香味非常浓郁 奥斯丁很多玫瑰都很香 这一点大家都知道 好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会有更多更多的美丽的花花 给大家看了